妈咪说 知识就是力量 大家好 我是妈咪叔 上几期视频咱们分别介绍了圆周率π的歌元算法 这是古人的算法比较古老了 之后又介绍了圆周率的无穷算法 就是通过一些无穷像公式 包括无穷奇数 徒手或者通过计算机去计算高精度的π值 这类方法就是目前人们正在使用的办法 那除此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算法来计算π呢? 当然有 今天咱们就来介绍一种另类算法 叫做蒙特卡罗算法 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 蒙特卡罗是个地名 以赌场闻名于世 这是摩纳哥著名的赌城 赌博和什么有关啊? 和概率有关 所以通过概率统计模拟来进行数值计算的方法 就统称为蒙特卡罗方法 它的发明者之一就是著名的现代计算机之父冯诺尼曼 还有一位叫乌拉姆 当年冯诺尼曼和乌拉姆等人在曼哈顿计划当中开创了这种算法 说起个名吧 叫啥呢?都没啥想法 有着一天闲闹嗑 乌拉姆就说 说我叔叔总去蒙特卡罗赌场 还总输钱 说他也不听 大伙一听突然就来灵感了 后来这种算法就被叫做蒙特卡罗算法了 好了 积入正题 那具体什么是蒙特卡罗算法呢? 然后怎么用呢? 很简单 咱们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射击 假设我们有一把枪或者扔飞标都行 不过这个靶子有点特殊 它是一个正方形的靶子 然后我在正方形内画一个内接圆 现在我们漫无目的地向这个靶子上扔飞标 没有目标就是随机扔 没用靶子就不管了 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来统计一下这个靶上的情况 那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啊 说落在圆内的飞标数量和所有重把的飞标数量之间 应该满足什么样的关系呢? 既然是随机扔 那么你把上的所有点对于重飞标这件事儿来说 就应该是机会均等的 对吧? 所以随着投掷次数的增加 把上的飞标就应该是均匀分布的 对吧? 所以飞标落在圆内的概率就应该是圆的面积 除以正方形的面积 对于内地圆来说就是π比上4 你看圆轴率π出现了 所以理论上扔40次飞标就会有31次左右落在圆内 扔400次飞标就会有314次左右落在圆内 扔4000次就会有3141次左右落在圆内 以此类推 那反过来我一除我是不是就可以得到π值的模拟了呀? 而且实验次数越多 得到的π值就会越精确 好 咱们再来说一遍概念 像这种利用概率统计来进行数值模拟的方法 就叫做蒙特卡洛方法 这回理解了吧? 不过我对刚才的这个例子有两点疑问 咱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落在圆内的概率会出现π呢? 有同学说因为这个概率是圆的面积除以正方形的面积啊 圆的面积公式是π二方这里面有π 所以概率公式里面就会有π 哦 原来是和面积公式有关 那我现在这样 我不在正方形的靶子上画圆了 我画一个椭圆能不能模拟出π值呢? 椭圆面积公式什么呀?πab ab就是半长轴和半短轴 这里面也有π啊 所以最终的概率公式就是二者的面积相除 结果也会含有π 所以也可以 那你看是不是这样啊? 只要这个概率公式当中含有π 我就可以通过多次模拟进行数值估计了 那这么看靶子都没有必要非的是正方形啊 圆形也可以啊 那我就在里边画一个正方形吧 通过落在正方形当中的飞标数量 我同样可以模拟出π值啊 甚至也没有必要说内阶 只要二者面积是已知的 并且其中一个含有π就OK了 能描吧 好 第一个问题我想通了 第二个问题 概率为什么会和面积扯上关系呢? 其实这就是几何概型 什么是几何概型呢? 简单来说一下 通常我们说抛硬币抓揪都叫做古典概型 比如说100个纸条分别写上1到100的数字 我从中随机抽取一个纸条 能够抽到一位数的概率是多少呢? 答案就是满足你需求的情况数量 或者说事件数量除以所有的事件数量 那我要的是一位数 1到9一共就9个满足 总共100个纸条 所以概率就是9除以100 这就是古典概型 在古典概型当中 所有可能出现的事件必须是有限个 并且每个事件出现的机会要均等 啥意思呢? 就是说我抽到每个数字的概率需要是相等的 不能说我写着1的纸条做的特别大 然后我就专门挑大的那不行就玩赖了 其次纸条的数量必须是有限个 要不然也没法玩了 有同学说那还能是无限个吗? 能啊 你比如说 请问在所有自然数当中 抽到数字1的概率是多少呢? 按照古典概型的公式 概率应该是1除以一个无穷大 这是多少啊 没法算呢 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刚才说的设计 这回这个靶子有一个靶心 有一个小红点 注意啊 我们要把它当作是数学上的点 概念点 靶子什么形状无所谓了 那么请问正中靶心的概率是多少呢? 按照古典概型 那就是靶心一个点 除以靶面上无数个点 无论靶子大小都有无数个点啊 所以同样无法计算 那如果我们按照极限的思想来计算 那1除以无穷大就等于0啊 可是正中靶心的概率等于0吗? 不是啊 它毕竟有一个点啊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上级系咱们提到的一个词 叫做几乎必然为0 啥意思啊 就是数学上我计算出来的结果是0 但是它却存在可能性 这就叫做几乎必然为0 你别说1除以无穷大了 就是1万个点1个点除以无穷个点 结果也是几乎必然为0 或者我们说可数级的勒贝格侧度为0 那为了避免这种理论和现实的矛盾 我们就得想个办法解决一下 对吧? 这个办法也很简单 既然有限除以无限 结果就是0 那我就试试啊 无限除以无限会怎么样吧 比如说我现在规定 这个靶心不是一个小红点 而是一个具有大小的小红圈 整个红圈范围内都算是靶心 现在靶心有多少个点了呢? 也有无数个点了 不过这个概率却变得可求了 正中靶心的概率就是靶心的面积 除以靶面的面积 对吧? 你看 无数个点除以无数个点 简单说 像这种无数种情况 除以无数种情况的概率模型 就叫做几何概性 但是注意啊 有一点需要和古典概性一样 那就是每一个事件出现的机会还得是均等的 也就是靶面上任意一点 它都有机会重飞标 并且机会均等 好了 理解了蒙特卡罗方法和几何概性之后 那就有好玩的事了 比如说还是正方形的靶子 我现在在这上面随便画一个封闭图形 奇形怪状的 现在请问这个图形的面积是否可求呢? 可以 就是通过蒙特卡罗方法 我多次投掷 然后数一下总共有多少个飞标 然后图形内部有多少个飞标 二指一图就是面积之笔了 那现在我们把正方形的底边看作是坐标轴的一个x轴 那我现在想要求出某条曲线和x轴围起的面积 是不是也同样可求啊 那如果说我们还能够知道这个曲线的函数 那函数图像下方的面积是什么呀? 就是这个函数的积分 对吧? 所以蒙特卡罗方法在数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用途 那就是可以用来模拟某个函数的积分值 当然不仅仅是在数学啊 除此之外蒙特卡罗在计算物理学 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啊 生物医学等等领域都有很重要的用途 这个系列都是围绕圆周率的 所以就不过多说了 最后咱们来看一个著名的计算圆周率派的蒙特卡罗方法的例子 叫做布丰的针 布丰是18世纪法国的一名博物学家 对很多学科都有研究 尤其是对生物物种的研究 写过自然通史、动物史等等著作 最重要的还影响到了后来的达尔文和拉马克 不过接下来咱们要说的是它的一个数学方面的著名实验 实验是这样的 说在一个平板上画上等间距的平行线 再准备一些针 针的长度要小于等于平行线的间距 然后就开始随机投掷 通过统计总投掷次数以及针和线相交的次数 居然就可以求出配值 咋回事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通过刚才介绍的蒙特卡洛方法 你肯定猜到了一个事儿 就是针和平行线相交的概率公式中一定是含有π的 要不然就没法进行数值模拟了 好 下面咱们就来说一下 这个相交的概率是如何计算的呢? 咱们先来考虑一个简化的版本 还是向等间距的平行线上投针 我们假设这个平行线的间距是d 针长为l 不过这回我们投的针有点特殊 这每根针投完了之后 你会发现它都是竖着的 比如说这是小磁针 然后我通过一个强磁场来约束一下 总之有办法可以做到这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针和线相交的概率是多少呢? 这样我先拿出两条平行线 这就是重复单元的 研究两条就够了 假设有一根针底端刚好和一条线相交了 然后怎么办呢? 我们看 对于针来说我只选取一个定点就可以确定针的位置了 对吧? 比如说我选取针的顶点 如果顶点在这那就交不上了 如果顶点在这就可以相交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简化的头针问题其实就变成了头点问题了 也就是只要顶点头在这个区域就不会相交 顶点头在这个区域就会相交 你看面积出现了 所以这个简化版本相交的概率是多少呢? 那就是针的长度L比上这个平行线的间距D 对吧? 这块额外说一句 几何概型当中所说的面积只是表象 它并不一定代表实际当中的面积 比如说这个例子面积表示的就是长度啊 所以我不用面积可不可以呢? 可以啊 我用长度也可以啊 能没有吧? 好 那继续 我们再改动一下这个题目 假设我现在头的所有针不是这个数值的了 而是有一个特定的夹角 假设与直线的夹角是α 那现在相交的概率是多少呢? 还是我们就盯着针的顶点看 顶点落在上面就不会相交 顶点落在下面就会相交 所以这回的概率就变成了针的头影比上间距了 也就是lβsinα比上一个d 那如果说我投的针都是水平的呢? 这个相交的概率又是多少呢? 知道怎么说了吧? 叫几乎必然为0 就是我们不否认有这个可能 但是数学上它就是为0 好 那我们现在放开条件 假设针所有的角度都可以了 然后我随机投掷 你看是不是这样 我把所有角度的概率数条全部放在一起 横坐标就表示角度是0 纵坐标就是间距地 当角度为0的时候 就是刚才说的 概率是几乎必然为0 当角度为2分之π就是90度的时候 也就是数值的情况 这个长度就是l 当角度为π也就是180度的时候 概率同样是几乎必然为0 当角度为任一角α的时候 这个概率就是lβsinα 所以把所有的点连起来 你就会发现这条曲线就是一个正弦函数 它的方程就是lβsinα 那我们要求的概率就是每一竖条的概率 也就是这个阴影部分的面积比上这个矩形的面积 阴影部分的面积是多少呢? 就是sinα它的积分从0积到π 这个结果直接告诉大家是2 是不是感觉正弦函数本身好像不太规整 没想到和x轴围成的面积还挺规整的 刚好是2 那再乘一个l 所以阴影部分的面积就是2l 那矩形的面积就长乘以宽结果就是πd 所以不分的针相交的概率就是2l比上πd 如果这个图形你明白了那就都明白了 你比如说为啥针长非得小于等于平平线的间距呢? 大于可不可以呢? 可以啊 那就是这种情况了 这是x轴 这是lβsinα它的图像 这个峰值就是l 那就是d比l小呗 假设这是d 所以要求的这个概率就是这个阴影部分的面积与举行的面积之比 那如果说针无限长 那么相交的概率就会无限趋近于1 可不是吗? 你对于无限长的针只有角度刚好平行的时候才不会相交啊 而这个概率就是几乎必然为0 理解了吧? 那如果说我们选取真长让它等于这个间距 那么l和d就约掉了 所以此时的概率就等于2比上π 你比如说我投掷了n次 有m次相交了 那么m比上n就约等于2比上π 这样π就约等于2n除以m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多次投掷来模拟π值了 这就是著名的蒙特卡罗实例 这也没啥的也很简单 还有点时间下面咱们来开个脑洞 不封的针英文叫做Buffin's Needle 还有一个延伸的问题叫做Buffin's Noodle 听起来就好玩 有不封的面条 问题是这样的 说到我现在的针不是直的了 而是弯的了 比如说它可能是个圆弧 或者是一些不规则的形状 所有的针都是这个形状 那么请问相交的概率会如何变化呢? 这个问题就变得有意思了 而且貌似情况变得复杂了 因为弯的针可能有一个焦点 也可能有两个焦点 要是再换个形状还可能有更多焦点 那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 其实也很简单 咱们先来看刚才这个结论 针长是L 这个间距是D 当L小于D的时候 就是针小于间距的时候 我投掷了N次 焦点的数量Vm 这个M比上N 它就会趋于相交的概率 就是2L比上πD 你看这个式子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 就是平均每头一次针会产生的焦点数量 就是2L比上πD个 你们仔细想一下啊 这么理解是可以的 其实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期望 头一次针产生焦点数量的期望值 就是产生一个焦点的概率 再乘以焦点的数量1 就是2L比上πD啊 所以对于这个式子而言 它可以表示概率 也可以表示期望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当L等于D的时候 那这个期望就是2比上π 那就是我们每头一次针 在期望上就会产生π2个焦点 头两次呢? 那就再加上一个π2 头一百次呢? 那就加一百次 这就是期望的好处 期望是线性的 无论你头的针角度情况多复杂 我每头一次期望都是一个定值 线性就意味着投掷次数越多 得到的焦点数量也就会越多 这也很符合直觉 好 下面再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假设我投了无数根针 那这些针会不会均匀的分布在平板上呢? 还是说某个特定的区域密度可能会大一点 其他的地方密度就会小一点呢? 显然会是均匀分布的 它应该和我投了无数个点的结果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可以把针看作一个个小点 这些点的密度就应该是均匀分布的 这就有意思了 你看啊 假设我把这根针均匀分成了一亿份 一亿就是举例子具体多少都行 每一份的长度是ΔL 它们合起来的总长度就是L 那刚才的结论告诉我们 假设我们把长度为L的针投1万次 和我投掷长度为ΔL的小针 1万乘以1亿次 这两种情况它们产生交点的期望 它居然是相等的 因为都是均匀分布的嘛 那说明了什么呢? 其实还是刚才那句话 期望是线性叠加的 我投掷一根针产生的交点数量的期望 就等于无数个微小单元的期望之和 所以我不用管这个针是直的还是弯的 只要它也能分成一份ΔL 那我投掷一次nudo产生的交点数量的期望值呢? 就和投一根针是一毛一样的 能听明白不? 当然这个一页份只是举例子 结论是什么呀? 结论是只要长度相同 那期望值就是相同的 所以不封面条的答案就是 只要面条的长度和针是相同的 具体形状无所谓 什么形状都可以 多次投掷产生的交点数量就是会和投针一样的 咱们再来看一眼这个公式 我把公式写这 m比上n 它去与2l比上πd m比上n表示什么呀? 不是相交的概率了 其中m也不是相交的帧数了 而是产生交点的数量 所以这个式子表示的是每次投掷产生交点数量的期望值 那刚才咱们也说了 这个期望值和什么有关呢? 和针的长度有关 和形状无关 值得玩的都可以 也就是说这个期望E是一个关于长度L的线性函数 那咱们假设这个比例系数是k 那现在咱们回过头来再来看一下布丰的针问题 你就会感觉豁然开朗了 那我只要求出这个比例系数k 那一切就搞定了呗 那我们就用数学上最常用的办法找特例 你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圆形的针 我们让这个圆的直径刚好等于间距地 也就是此时的真长L就应该等于圆的周长也就是πd 那现在请问我投一次这个圆 产生交点数量的期望是多少呢? 2 对吧? 不管怎么投它一定会产生两个交点 也就是说当L等于πd的时候 这个交点的期望E等于k倍的L等于k倍的πd等于R 你看这样k值很快就得到了k就等于πd分之2 把它带进去那这个公式2L比上πd 是不是一下子就出来了啊? 而且我没必要说帧的长度要小于平行线的间距了 因为我们看的不是相交的帧数 而是总相交的点数了 明白了吧? 这样不管是不封的帧还是不封的面条 这类问题就算是彻底解决了 最后咱们再来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 像刚才我们说假设投一个圆 这个圆的直径等于平行线的间距 那么无论你怎么投它都会产生两个交点 那我想问 有没有其他的图形无论怎么投也一定会产生两个交点呢? 有 比如说见不见过这个图形 任意过中心的一条直径长度都是相等的 这个图形叫做勒洛三角形 除此之外还有勒洛五边形、七边形等等 它们特点都是一样的 就是无论在平行线内如何的滚动都是上下相切的 这类封闭曲线叫做定宽曲线 所以勒洛多边形理论上可以做轮子 也不会感觉到这个颠簸 而且有这么一个问题 说井盖除了圆形之外还能用什么形状呢? 勒洛多边形就是一个答案 显然我随机向这个间距为D的平行线上 投置宽度也为D的勒洛多边形也一定会产生两个交点 也就是说每次投置产生的交点的期望就是2 和直径为D的圆一样了 这说明什么呢? 我们刚才说产生交点数量的期望和什么有关呢? 纸和线的长度有关 所以一个完美的推论就出现了 只要勒洛多边形的宽度等于某个圆的直径 当然也可以说是宽度 那么它们的周长就是相等的 这个结论叫做巴比尔定律 再做个通俗的比喻 说有两辆汽车 一辆汽车的轮子是勒洛三角形 一辆汽车的轮子是圆形 只要它们高度相同 然后轮子转动过的角度也相同 那么这两辆汽车行走的距离就是相同的 好玩吧? 好 今天有点车远了 时间有限 咱们改天再细聊 我是妈咪叔 一个较热的理工男 下期见 拜拜